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看這邊有水池有草叢有樹木 這裡就是傳出日本去年爆發 嚴重登革熱疫情源頭的東京黛黛木公園 因此日本當局有了一些新的措施 包括公園管理處就在這邊 設了一個警告標誌 告訴你這裡就是蚊子容易滋生的地方 最好來這邊穿著長袖長褲 避免裸露出肌膚 而更好的進一步措施 就是要噴防蚊劑 日本今年登革熱零疫情傳出 個人到官方動起來 帶著孩子逛公園的家長 手臂到背後衣服上貼了防蚊天片 全身上下也噴上防蚊液 全副武裝不敢大意 容易滋生文稠的公園 東京都福祉保健局健康安全部 早就建立起獄警機制 公園管理處的人私下透露給我們 像這樣子的排水溝排水口 是每十天就要清掃一次 那麼另外像是落葉也是每天清掃的頻率拉高了 這過去在登革疫情還沒有出現前 他們不曾做到的事 包括黛黛木 上野恩寺等九大公園在內 新宿育苑等知名觀光集點 去年因為借出病媒文 被列入了50大危險熱區之一 日本官方從去年到今年展開定期消毒 水溝投入藥劑清潔 露面清除積水 平凡的除蚊作業要把所有變美的蚊子驅趕殆盡 自己也會來買這兩種 而日本對康登革熱發揮成效 連蚊蚊驅蚊商品帶動台灣觀光客 赴日觀光掃貨 在日本買比較方便嘛 因為藥妝店的東西感覺很齊全 對照日本官方到民間上上下下 防蚊大作戰經驗值 或許值得我們接近 記者陳玉周一的日本東京報導 東京